女主播的愛恨情路 主播後宮真團轉上演啦 今天我們邀請到了 蕭怡芬 唐可珊 張沛珊 林奇葳 四位最美麗的女主播來到現場 究竟女主播界又有 什麼樣不可告人的內幕呢 保證讓你嘆為觀止 驚訝連連 現在就讓我們來大爆料吧 搶十段 這就是女主播 竟然是一勾心鬥 怎麼搶在我身上 我就覺得如魚得水 因為經營七八點非常適合我 一大早你看 我這麼宏亮的嗓音可以叫床 對 我有多難用了 那剛好有一個主播 他過來說說 阿善 宋世工作的話 就要把你頭髮擦掉 對啊 那時候換你的路線 可是那時候找的主播 不是要存主播 他說如果要找新聞系 就不會找你 我是藝術系 他們要找就是有個人色色 一唇的主播 一唇的主播 所以你上次有 包括你 聽起來就掛掛了 訓練了多久 我訓練到 有訓練嗎 你跟第三個 你跟什麼都放不見了 我都看著你的新聞 沒有 不要說看我新聞找到 我翻譯了 沒有啦 我們要把你總實說看 我們的姐妹超新話 首先問一下阿本 太High了 請問一下 你對女主播三個字 有什麼樣的想法 小的我 不猜 我會想到一些 十八鏡的畫面 因為他們就是 我覺得男人真的很奇怪 也看播新聞 也會有這麼多聯想 就是因為我覺得他們是所有 就是男性朋友的夢中情人 加上他們又很正面 然後穩定你的內心這樣子 是 應該講就是說是 非常有智慧的美女 對 因為有時候呢 美女呢 如果說是空有其表的話 你會覺得她無聊 就像以前的宮中皇上寵姓菲 她也覺得 就也不過這麼兩三下就罷了 但是女主播會讓人覺得 她們是這個學術有專攻 而且呢 其實在這當中有這個資深的主播 其實她們看過的這些世面場面 經過的當時是新聞 現在是歷史 可以說是見往之來 今天有四位來到我們這個棚中 歡迎你們 歡迎我們的小主播 唐主播 小主播 還有林主播 這個其實好像這個資歷各有深淺 最資深的是小主播了 對 不想承認 但是不是不是 那個時候是真的要先從 小記者幹起嗎還是 我是民國82年進中廣 那個時候就在海外部播報 然後寫稿 後來就是一直非常想要採訪 但當時我公公不太希望 因為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這個公公是官員 媳婦是記者那還像話嗎 公公當時就是徐雪德先生 對 那個時候徐雪德先生 剛結婚的時候他是內政部長 後來就是駐日代表 到日本去駐日一段時間 所以是不是你不管怎麼做 怎麼證明自己 大家都說你有特權 對 因為大家認識我的時候 我就已經是他的媳婦了 所以等於說要花比別人 都好幾倍的精力去 證明自己不是靠這樣的關係 但是我覺得別人 這個烙印已經很深的在我身上了 所以佩珊都在背後講你壞話嗎 沒有 我都沒有同台 那個蕭主播就是靠關心的 沒有沒有沒有 天地良心真的沒有 可是他們只要介紹說 那個蕭主播哪一個哪一個 就會說徐雪德的媳婦 都會這樣介紹他 你會不會覺得很不公平 就你再怎麼努力 都是徐雪德的媳婦 我覺得也可以說是一種榮幸吧 因為我覺得我公公也是一個很好的人 我覺得現在這個電視台看了就收視率嘛 像佩珊大家都會有這樣一個身經百戰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最後我還能存活在這個播報台上 也證明了我不是只是某某人的媳婦 尤其現在又已經離婚了 所以 所以是專業對不對 我覺得還是蠻重要的 很重要 但是就像阿本講的 為什麼男生可能會有一些些其他的想法 是因為 妳主播的好正 超美的 我說可珊 怎麼結婚之後還是這麼美 對啊 小孩多大了 我的老大六年級老 二五年級 唐主播請問那個時候是很順利當主播 還是也必經千辛萬苦 其實好像這樣子聽來我的歷程還算好 當時我從美國回來 我在美喬商會先開始工作 其實也是想透過美喬商會找工作 結果他們就希望我去那邊上班 我那時候本來要去另外一個電視台 結果後來爸爸說 我一個朋友開一家新電視台 妳要不要來看看 結果就去看了 然後當場他們就希望我留下來 不過我後來被選播新聞之後 我直接碰過一個我永生難忘的事情 我到兩年後才聽懂 到底那個人在問我什麼 因為當初我也搞不太清楚 他們就找誰誰誰去試鏡 試完那時候我才跑線 試完鏡之後就說 那你來播 我就說好 我來播 我也沒有太多的想法 然後我就從樓上下樓的時候 被另外一個主播擋住 對 後宮的演員 好精采 我當時真的沒聽懂 他在問我什麼 他就問我說 你現在要去哪裡 你是怎麼來的 我就說我真的聽不懂 我說我現在要下樓 我是從十六樓那邊走下來的 所以就過了 接下來我已經叫了台灣大車隊 對 要叫一下 所以我這樣想來 應該是還算順利吧 等一下 那位女主播 現在還在這個圈子嗎 現在 說出來啊 應該不在了 還是你一登上主播台 他就不在了 不是 他就變成 他就變成尖新聞了 是嗎 不是 可是我到兩年後 我才聽懂他問什麼意思 真正的意思 對 好恐怖 那你以前有幻想過 你自己要當主播嗎 沒有耶 我以前並沒有這麼想過 可能就想記者 那爸爸就會覺得 可能我跟我弟弟 Jason 小時候 我們都是在學校 什麼演講比賽 朗讀比賽 代表台北市 代表什麼 好像覺得 應該就是 我爸爸就會希望 我們是不是要走傳播 這條路 等一下 你有我相信 你是說有 Jayson 他就想有演講跟朗讀比賽 我的經紀人 Jayson 今天還特地來 他還在那邊冰牌 他小時候也參加演講比賽 他很棒啊 我覺得你裝個麥克風進來吧 好不好 陪著姊姊一下 對啊 一起一起 你跟Jayson一起跟你說 你造型很酷 小時候有參加過演講比賽 怎麼可能 什麼題目 你還記得嗎 國家 國家 國家是我們 愛護國家就是愛護自己 因為唯有強盛的國家 生命財產 才有保證 你說話 你說話 財產 財產 你有得名次嗎 有 真的嗎 我們全校 我是第一名代表學校 去參加全台北市的比賽 我太愛成功了 姐姐應該也是很厲害 對啊 是不是 姐姐的厲害 姐姐的聲明我可以當證人 是不是 我全台北市 我全台北市得第四名 第四 那你姐呢 我姐是全台北市第一 第四名也是我自封啊 因為全台北市 他們只有分三名出來 我自封 我覺得那個評審看我不大順眼 應該是第四名 是不是覺得你很不誠懇 你怎麼可能會講出這種話 對不對 財產其實你的過程 跟前面兩位比起來 又不太一樣 對 姐 聽說是從鬼話連篇開始 為什麼說鬼話連篇 不是說女主播 每天都在那裡鬼話連篇 對 是我在大二生大三的那一年 我去參加了友台 一個節目 叫做玫瑰什麼什麼 不是玫瑰從你演 然後四字 玫瑰從你演 對 好啦 玫瑰之夜的節目 那時候他剛好就是在選拔 新生代的學生主播 那好死不死 就不小心就讓我撈到了一個第一名 然後那個時候玫瑰之夜的製作人 叫做于凱爾先生 對不對 非常有名 凱爾先生 那他剛好呢 也在台北市成立了一個 叫台北TV的地方電視台 他就問我說有沒有興趣 用學生主播的姿態去那裡播新聞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這真的是按部就班 就是我是大眾傳播系本科生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磨練 然後他就告訴我說一個月的薪水 雖然你是學生 但是我給你機會 一個月給你三萬八 你要不要來 蛤 很好耶 對啊 要不要來 當然要來 所以我就開始一邊修 就是大學的學分 繼續把它修完 然後一邊開始播報 三萬八是不是就是說 除了報新聞 還要蒐集一些鬼故事 當然啊 順便收集資料 沒沒沒 那個就跟玫瑰之夜節目 是完全脫鉤的 就是在一個地方頻道上班 一個禮拜也只要上四天 比起來的話 過去像 因為之前我們訪問那個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的生計 他講說在前朝的時候 那時候選的新聞從業人員 一定是自證腔圓嘛 而且一定是一定要一步一步 你先從採訪新聞開始 你不可能一下就上主播台 慢慢訓練 對 那比起來 林祺偉好像是 算是現在這個世代 很快速又跳上主播台 因為我真的是誤打誤撞 我這輩子從來沒想過 我可以當主播 妳本來是用便當還是 什麼類的 那真的也太誤打誤撞了吧 就做過很多不同的事情 因為想試試看自己 有哪些可能性 所以也當過空姐 空姐 對 然後藝術系 所以就在家裡 幫出版社畫插畫 然後也在畫廊工作 然後就想說從此 應該老死一生在畫廊 因為那就是我的夢想 你真的很誤打誤撞 對啊 然後後來朋友就跟我說 有個電視台在找主播 你要不要去試看看 我說我從來不看新聞的 我只看音樂台跟電影台 他說你就去試看看吧 因為他們現在 主播有不同的規劃 然後我就去啦 他們就把我弄成主播的樣子 給我個西裝外套 頭髮梳得整整齊齊 然後拿個稿子 他說你就去唸 我就唸 我就全身發抖 緊張 主位前輩要褲鞋了啦 對 對 我們都穿成主播的樣子 對啊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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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COSPAY啊 對啊 對啊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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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我都不曉得 我怎麼把那個稿子給完成的 那我心裡想一定不可能上的嘛 因為那時候他們就是跟我訪談 談了過去的經歷啊 就是大概了解我這個人是怎麼樣 那我回去我想怎麼可能 為什麼要選我當主播 我就不懂 那大約在兩個月到三個月中間 竟然電視台打來 我傻眼了 他就說 電視台 我看他們也是 那你暗殺了其他人 對 暗殺了其他人 可能是缺人 然後就說你來公司談一談 然後我心裡想談一談 那是不是有機會 然後就去 他就說 我們希望你進來受訓 然後先從採訪新聞開始 然後呢 再慢慢就是規劃你的路線 可是那時候找的主播 不是要純主播 他說如果要找新聞系 就不會找你 我是藝術系 他們要找就是有個人的特色 不純的主播 不純的項目 有包括哪些 打中之類的 那因為我是藝術系 他們就說 那如果你專攻藝文這方面 就當個英文主播 我們後來看這個新聞 就是每一節的新聞 除了有所謂的正式主播 後來發現新聞的主播的風格多變了 比較多 有些表情要很合法的 有些長官就會說 哎呀你知道嗎 為什麼現在尤家要調了 其實也沒有調多少 怎麼會 有些好像在聊天式的主播 我有問題 也就是 其實你訓練了多久 我訓練大概 訓練嗎 妳看B3 妳就超棒的 對 我都看著妳的新聞 不要說看我新聞長大 我會翻譯 我們剛才講的是 我在旁邊一直擦冷漢 因為妳是半年不到 就上主播台了吧 多久多久 大概有七八個月我想吧 七八個月 時間有點忘了 妳到就是進去到 真的坐到上面 大概中間是多久 我想大概八九個月 八九個月 前輩們 前面七個月都在試套裝對不對 主播生活好心酸 二十歲小時待命 我們就是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如果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 妳沒有主動倒班 還要妳的這個主管 一直call妳的話 對不起 妳等著看好了 九一大地震的時候 剛從霸力到晚 妳有聽到現在是這個 算它比較嫩 對 這個比起來資歷 妳聽我們的小主播 其實妳真的採訪過 那算是世界新聞 包括像是經歷過 像911 對 郭灣戰爭 即時見 就是那個時候記得 我是半夜兩點的時候 在家裡睡覺 突然接到電話 就是感覺真的很錯 就是公司打到家裡來說 現在開戰了 趕快來 所以那時候 根本也不知道什麼事情 就莫名其妙 反正編輯台還有外電中心 會一直給妳很多稿子 然後就開棚 看著CNN 就盡量做一些即時的口譯 然後外電組也有人來支援 然後就連播了 大概三個多小時 然後一直等到 另外一個主播來接班 所以常常會有 這種突發的狀況 其實我很好奇 像主播或記者的心 像醫生 譬如說實習醫生 我看那個影集或什麼 他們可能像 有遇到要開刀就會很興奮 但他們不是很擔心那個病人 他是很興奮的這樣 所以我可以開了一個大刀了 那像主播如果遇到 像這麼大事件 大事件 你的心境是怎麼樣的 可以說很亢奮 興奮可能有高興的意思 只能說很亢奮 我剛從巴黎島玩回來 就我清晨才剛回台灣 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去收拾 家裡的這個殘破亂七八糟 都沒辦法收拾 你第一個念頭 就一定要趕到公司 對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一個 不成文的規定 如果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 你沒有主動到班 還要你的這個主管 一直call你的話 對不起 你等著看好了 秋後算帳 所以大家第一時間 其實我記得有一次 我假日開車到101去玩 那個時候也發生 好像是311大地震吧 那時候整個信義區 都塞成一團 那時候第一個念頭 我只想到怎麼樣突破 重圍趕快趕到公司去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 颱風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同事 因為淹水 他沒有辦法趕來公司 我們主管就很生氣地說 他怎麼沒有來 沒有來 叫管區去找他 就是你第一時間 你作為一個記者 就大家一定要取消休假 不管你家裡發生什麼狀況 一定要排除外男回到工作崗位 所以比較起來 齊薇報過最大新聞是 好多話都失火收掉了 然後化掉在地上 沒有啦 就是如果是 在主播台上的話 是雷根總統試試 這很歸你報啊 剛好到啦 梅德絕 他是藝文新聞 每一節 正統的新聞都正在發生的時候 梅德絕 就是那種正常的新聞 我還是會播 那其他時間會做一些 一文單元啊 之類的 那你會不會比較感性 就譬如說播到一些比較難過的新聞 就會忍不住落淚 雷根他好帥 他什麼 應該不會那麼對 覺得很難過是 就是我要壓抑自己的情感 譬如說或者去採訪 記得做了幾次那種罕見家庭 重病患者的一些新聞 那個男生大概三四十歲 然後是有就是見動人的狀況 幾年之後他會慢慢不能動 你就看到一個六七十歲的媽媽 每天背著他刷牙洗臉 為他吃飯 我真的覺得就是看到這樣的場面 你就會覺得說真實世界 真的有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而且就看到這樣子的媽媽 就是對待這樣子的兒子 無怨無悔的父母 那時候就真的要很忍得住那樣的情形 加上他們記者也都很誇張 就這類的新聞都會放一些 你知道很抒情的音樂 加上slow motion之類的 所以每次撿袋子自己也哭 那有一次是真的哭出來 是到內地採訪一些貧困的小朋友 他們是山區偏遠的小朋友 然後每天就是要步行 一兩個小時從山區走到學校上課 那或者更遠的 因為可能住在山頂上 我不知道就要住校 然後就是看到他們去住的環境 還有就是六七歲的小朋友 他自己掏米洗米 要自己煮飯 然後他打蓋上鞋櫃那樣子的櫃子 他就說 姐姐這是我一個禮拜吃的菜 他拿出來是那種紅白條的那種塑膠袋 就是一包那種腌的那種醬菜 我說你一個禮拜都吃這個嗎 就這樣黑黑爛爛 他說是啊 姐姐 可是重點是小朋友不覺得苦 是你看的人你覺得天啊 我的生活環境會也太好了吧 就是看到小朋友在那樣的狀況 我就真的對著鏡頭就花花 跟他們道別的時候 我就好捨不得 這個是完全我們過去在正大新聞系學習 絕對不可以有的 對 可以對受訪者 對 你絕對是要公正客觀獨立 然後不可以有個人的情緒 那這個其實佩三你怎麼看呢 因為你碰過的狀況也很多 我覺得人只要坐上主播台 你就要暫時忘掉人性的那一面 你要先把事實 你們記者所帶回來的新聞事件的觀察 先帶給觀眾 那自己的情緒真的就要學會收起來 其實這個主播當然有很多潛規則 可能剛剛這個阿本一開始有一點冒犯了 但事實上好像真的 連小主播聽說什麼 就是一些達官潛規 是真的很喜歡看新聞來選新聞 的確是這樣子 因為我入行的時候我已經結婚了 所以我就常常碰到 比方說我公婆的朋友 一些企業家的夫人 他們就會常常委託我說 某某某還有哪一位 有些是指名道姓 然後有些是說 你們有沒有什麼主播 對不對 就是因為她形象很好又很甜美 連我婆婆也曾經跟我問起她 說她到底怎麼樣 私底下你認不認識她 跟她相處是不是真的看起來 跟螢光幕一樣的甜美可人 最重要是不是很乖 很適合當媳婦 的確是有很多企業家 當時在打聽她 那我們有一些 我那時候工作好了 你那一刀 沒差姐姐拔出來 她的小主播是誰這樣 我那時候很忙啊 不過也聽起來這樣 我就不是個好戲 我說媽 這個網路上有很多她的消息 你自己上網去查好嗎 Google一下 是 所以就是 所以 所以剛剛你有講到一些字眼 我現在了解了 為什麼這些 可能大企業的老闆 大財團的老闆 為什麼會看主播選媳婦 她剛有講到 就是看起來 當然是端莊了 還有一個乖 要乖 你們交往不能複雜 喔 是交往不能複雜 是 尤其是她如果曾經跟一個 很有名的人交往過的話 其他的人就不要了 比方說她曾經跟 因為二代也常玩 在一起也都是知名的人物 聽說如果她曾經跟誰在一起 那其他人 因為也怕被周刊列表 對 關係跟誰 超級比一比是不是 是 對 這一點 佩珊怎麼當初沒有被相中呢 對 當初 湊工選秀的時候 妳好傷人喔 我那是選露 老師為什麼是要上衣 我說她 依她這麼你看 漂亮 可是我覺得我自己 就沒有嫁入豪門的條件 你看看 你看我們今天來上節目 幾位的服裝 我是不是運動風 對不對 夜市的T恤 牛仔褲 然後配個球鞋 隨性 我們就穿得不太一樣嘛 搞不好有人就喜歡這個吊吊 所以我覺得人要認清自己的性格 有些人就算嫁入豪門 也會過得非常不快樂 然後也會讓周遭不快樂 像我自己我就是認為 我不是一個嫁入豪門的料 然後我從小 妳為什麼還過得不快樂 沒有 沒有 我也不開心啦 快樂不得了 那我從小呢 給自己的擇偶條件 我就覺得 我的老公一定要是窮的 而且最好是眷村出身 什麼 就是這兩個條件 錯過了偉中哥呢 啊 都是生存 對 相見聖偉 就看到他在台北車站那裡寫情書 你知道 女生特別吸引我耶 就是如果說我們都是白手起家 我們會更珍惜 自己努力得來的東西 然後過得比較實在 對不對 抬頭挺胸啊 其實你看每一個女主播的這個 我覺得她的人生還是跟她自己的個性 跟選擇是有相當的關係 是不是也聽說過有些女主播是 你知道處心機率想要搭上線 我覺得她對女主播好像有一些誤解 比方說什麼飯局啦 還有人問我說你吃飯價碼是多少啊 那現在朋友出來吃飯 我們沒給你錢 我們就削爆啦 什麼之類的 可是我自己有經驗就是 因為其實也有一些什麼 企業家第二代想說 透過我們比方說 你去約你們台內的一些主播 來出來吃飯 不過他們有時候心態也不是很好 比方說他不想一次只看一個 比方說你就約個兩三個吧 真的是選分 對 因為想說你把我們同事 當什麼一次幾個還讓他們選 還讓他們彼此恭喜 是少要五十萬嗎 台價也呢 指標價 可是我必須要講的就是說 很多女主播其實 就是說大家都把女主播明星化了 其實不是 比方說薪水也不是像一些 大明星藝人這麼高 可是很多人就可能看一些 像李斯端 沈春華那樣的薪水 我們每一個人薪水都很高 都是明星 事實上很多人都是以公務員的心態 就是很本分地在經營自己的工作 而且我們需要很多時間吸收知識 那我也的確曾經找過台內一些 比較年輕未婚貌美的女主播 請她們 你們出來吃飯就聊聊沒什麼嘛 可是呢 她們後來有幾個都堅持不出來 我後來打聽才知道 她們已經有男朋友了 那有些男朋友可能就是台內的同事 或是同業 並不是說真的非常有錢條件非常好 可是她們一旦就是定下來了 我感覺大部分百分之八九十以上 都是滿專情的 終於自己感覺這樣的選擇 不會隨隨便便的就出去跟人家吃飯 或許有些女主播有飯局有價嘛 但是我覺得只限於少數 可是外界可能就因為這兩個 我們馬上公布 來 是 可能偶有這樣的情形 所以大家可能會片面地霧接了 但像林祺威因為又是 算是新一代的 就是走比較活潑路線的主播 她就有自己的愛情故事 妳居然結婚了 對 我結婚了 而且多久了 二月到現在 還不到一年 而且聽說是 曾經被退婚過的人 是嗎 對啊 你怎麼來這一招啊 哎呦 就是男女之間難免會分分合合嘛 但是因為我跟她認識非常久 是進主播台之前就認識了 我們是拍廣告認識的 然後所以後來進這一行 後來轉主持之類 她都很支持 那像剛剛一芬姐講說 有約出去吃飯 有啊 當初長官也是問說 什麼時候去吃個飯啊 聽說你對藝術有興趣啊 那是不是一起去看個畫 那個家有收藏什麼之類的 可是像之類的飯局 是一次都沒去過 因為我的個性就是 一旦我有 我認定是男友 本人的眼睛好像是給他瞎了 有沒有 就什麼都看不到 那妳為什麼要退他婚呢 那時候 退他婚是後來 眼睛 雷射過後 對 因為那時候 真只是長輩有在場 那我... 對 就長輩 妳在長輩面前吵架 沒有... 我是... 我們是有一些不愉快 但是我忍下來了 但我後來就覺得 他在長輩面前 也沒有... 給妳面子或幫妳 互到我的感受 因為畢竟我是一個外人 那在一個家裡頭 如果你是一個外人 那你做了一點點不對的事情 其實會被放大 那一旦你不用... 絕對沒有被維護到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未來這是困境 你為什麼沒有維護到我... 這跟甄嬛傳太像了 對啊 是不是啊 是不是呢 原來在官場啦 職場啦 或是在這個兩家相處啦 等等 其實他都有一些政治在的 那可珊聽說那個... 您的老公也是透過層層關係 找到妳是嗎 我那時候在電視台也確實 真的他們常常會 譬如說什麼老闆 透過什麼業務 一定要誰去吃飯 還好我們那時候... 還好我們那時候很單純 這種我們都比較... 我們都一概不離 那時候也... 那時候我們也比現在可能... 我覺得看老闆 電台老闆的態度 有些老闆... 讓叫主播去主播當人不好意思 有些老闆就不太喜歡 都沒有女老闆找我吃飯 好煩惱 快了快了 都沒女導演找我拍戲 我這個很給妳的 我這個很煩惱 好不好 沒生假的 是 然後... 然後... 我的先生呢 其實主要是因為他... 我先生... 我的公婆 跟我的爸爸媽媽 他們是很多年的朋友 那他的...他的妹妹跟我... 從小就去同一個小學 所以也都認得 但是跟我先生 我從小我是不認得他 但是家裡面是認識 所以那時候可能... 我先生可能看了電視 覺得這個... 這個女生覺得很好 就... 他爸爸就一早起來問說 這是誰啊 叫他妹妹 你去查這個人是誰 就... 妹妹大家一看到名字說 唐可珊 這是珊珊啊爸爸 這就是珊珊啊 可能唐威啊 從小看著妳長大的 對 然後他的媽媽 就找了我的媽媽 大概就這樣聯絡起來 那我的爸爸媽媽 是一看到我先生就喜歡 非常喜歡 我爸爸說 這個人 我現在... 那時候他大概三十多歲 我已經看到他六十歲的樣子了 因為他... 你是拔彎莫角說他老嗎 老了自己 真的 他真的是金之古人 他說他爸爸告訴你 他六十年後 也都是這個樣 你不要擔心他不會變了 他確實 他是一個非常... 一個非常正直 嗯... 非常... 可是... 可珊這是一個非常古典浪漫耶 對啊 因為就是好像 譬如說現在都自由戀愛或什麼 可是現在這個是 兩家熟事已久 只是他不知道 你初落得如此動人 姐姐房子就是 多水浮浪斑嘛 然後呢 唐可珊的美滿婚姻 背後竟有天大秘密 我到現在還搞不清楚 我到底怎麼結了這個婚耶 蛤 還不是已經沒有年級的嗎 喜歡運動 我很愛游泳 那時候他就帶我去游泳 我說房山友 你可以幫我擦嗎 他就覺得我怎麼可以做這種事 他就把房山友把桌上一放 然後人就跳到水裡面去了 他有幫我塗膠 是不是 他這麼多年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了 對 他不理解了 只是為了接近Jason 對 對 他們的金錢觀讓人好害怕 你最多的時候有多少寶 數這樣子啊 兩百多 好可怕 看到這事情我也是覺得 怎麼可能會把他們做 你有去嗎,那一集 因為我姐姐一向 有,我姐姐一向都是 還滿外貌協會這種感覺 但是連下之一 現在才一向 你看 從剛剛那個球技開始撿過來 可以重新講一次 重新講一次 其實我還滿嚇一跳 你姐夫多可愛,大元寶啊 沒錯,我姐姐一向 就是很跟著感覺走 那我弟也碰到他 因為我姐夫是比較胖胖的一點的 服氣的人 服氣 很服氣 然後 但是為人處事相當的禮貌 我就覺得我姐姐跟他不會 合作 對 你還在想出來 結果慢慢的相處 我就聽到我姐姐跟我講說 要結婚了 想要跟他走一輩子 哇 我還跟我的兄弟們商量 跟姐姐講 姐姐,你只要隨時在大家庭裡面不開心 你是要鬧攘了 我們集體把你救出來 我當時還搞不清楚 我到底有沒有結了這個婚 蛤? 還不是已經六年級的嗎 我就記得我回去約會 我爸爸說 嗯,回來了怎麼樣 我說 不好玩,不想再聯絡了 他過馬路,好恐怖喔 他就一個人走很快 也不牽我手 也不拉我一下 我爸爸就 蛤? 好青年 什麼? 然後 然後我非常喜歡 對,我非常喜歡運動 我很愛游泳 那時候他就帶我去游泳 我說防曬油,你可以幫我擦嗎 他就覺得我怎麼可以做這種事 他就把防曬油把桌上一放 然後人就跳到水裡面去了 我覺得 他水都滿出來很多 他怎麼不體貼 還好那天就他跟其他那個人 所以他邊油邊罵說 不檢點 不檢點 我想他心裡面大概這樣說 我覺得奇怪 然後我就自己塗塗好 塗好,然後我就下去 結果我一下水的時候 他就上來 然後想一些人也怪 然後我就自己下去游 反正喜歡游泳的人 就是要游他個幾十趟 我做完我的 我游完我的LASS之後 我就上來 上來妙了 他睡著了 給打呼了 我覺得這以後 真的不要再見面 太無聊了 我回家我爸會說 今天游泳 因為我還平常穿比基尼 那天還穿個連身的 只有露背 所以請他擦個背而已 我爸說 今天游泳怎麼樣啊 我說 我就把經過講給我爸聽 我說這個人太怪了 我不要再見他了 我爸說 拍手 好男人 好男什麼 為什麼 對,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我婆婆 因為他懂男女瘦瘦不清啊 對 該不會你油蛙是汗 就不行 腿張太開了 對 有事有事 不開心 所以在岸上就昏過去了 我覺得 我覺得我現在懂了 他當初是自己 怎麼樣嫁掉了 這個婚姻 因為 我覺得我有一點理解 是因為啊 可珊不管碰到任何的男生 男生都一定會栽在她的手裡 只要她說來 防曬油馬上就是一大罐的防曬油來 可是這一位 圓大的先生 是唯一一個 欲懼還贏 以退為進的人 她對於你散發的那個吸引力 她第一時間不給你最熱情的回憶 反而因此你上鉤了 有 她有在那裡有心機嗎 可能只是精緻骨人而已 她就是精緻骨人 主要是我爸媽太喜歡了 我爸媽 因為我不管旁邊什麼追求 我爸爸都 然後仔細看到她就覺得 長生 趁直 所以她到底到結婚第幾年 才肯幫你塗防曬油 現在也沒有 真的假的 她覺得不可以嗎 沒有 她覺得 她有幫我塗 你知道我們有 什麼年代的人是傑森啊 我管不說我 人代這麼多年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是 不理解了 只是為了接近傑森 對 所以聽說夫家是比較嚴謹的 然後你們家是比較開放的 所以其實這個有時候很難解釋 好有趣的調和 對 但因為當然這個 雖然我說我要退嫁 不要在後宮甄嬛 但是我們講到職場的這個 我們不能講鬥爭 我們就講說 每一個人要去注意到的 不管你是自己的專業也好 或是人脈關係的經營 或是不要以下犯上等等 因為我過去在不同電視台待過嘛 有時候也會跟主播一起梳話 你知道我就聽過有主播嗜從耳交 就一樣嘛 像華菲一樣啊 然後就抱抱新聞 這條我不要抱 幹嘛 然後就在耍脾氣的時候 剛好大老闆就想說 進來捧你看一看 就看到那個態度 就跟他說 就要不用播晚間了 就是其實就像可善剛剛講的 有女主播藍駐路說 你從哪裡來的啊 就是主播這個風雲戰 應該沛山應該也聽過不少吧 可是我自己身在其中 我倒是覺得 如果你本身是一個麻煩的人 你到哪裡都會有一大堆的麻煩 麻煩就是會跟著你 你沒有聽說過麻煩的人嗎 我當然聽說過很多 但是他不管到哪一個台 那些麻煩就一直圍繞在他身邊 然後那些狗仔記者就會 一直炒作不斷的文章 就是集中在他身邊 他會製造什麼樣的麻煩 比如說 很多啊 比如說搶時段 這就是女主播最容易一勾新購 怎麼搶真的跟主管說 啊 主管 我敬你 這不是判決嗎 但不是耶 我有曾經聽過 就是女主播長驅直入 直接到老闆辦公室拍桌子 嚇我一跳 我也脫衣服了 這就是 我現在講的是新聞上的專業 那他就會問老闆說 為什麼比如說 1819的時段一定要給某某某播 而不是我來播 等一下 請問一下 主播最在意的黃金時段是幾點 我覺得是1819 現在還是1819 因為8點要看劇了 而且現在很多8點都已經是 談話性節目啦 所以 那個時段 大家都最不喜歡的是哪個時段 大家最不喜歡 成間吧 Oh no no 早上6點跟12點 早上6點 沒有 早上開童跟收窮 可能會比較辛苦 因為像早上6點的新聞 你4點就要進辦公室 你就是一進程 對 那我是長期經營成間新聞 是7點跟8點 所以你是會貴人 不予人爭 他根本不想得寵 所以他就去一個沉間時段 避免紛爭 在我身上我就覺得如魚得水 因為經營7、8點非常適合我 一大早你看我這麼宏亮的嗓音 可以叫床 對 你叫兩句我叮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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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叫起床 所以我的聲音很容易被聽見 然後又還蠻親切 還蠻有溫暖感的 所以你剛剛講那個進去拍桌子 他就真的得逞了嗎 後來呢 我們公司採用了兩隻老虎的策略 就曾經有一段時間 以免後宮失衡 也就是讓你們兩個自己去競爭 這樣子會讓電視台越來越好 所以還是看收視率 對 看收視率 或者是說同一個時段 一個擺在55台 一個擺在56台 那你們同樣都是 牆中之牆 鳳中之鳳 你們去鬥 去鬥 每個人一樣鬥真壞 我腦中畫面閃出好多人 但是對公司跟對觀眾 跟對收視率都是好的 那常常聽到譬如說什麼 他在講導播怎樣 講現場怎樣 不小心聲音 Audio被放出來了 你覺得是故意的還是不小心 大部分都是技術上的問題 不小心 絕對是不小心居多 絕對不是故意的 因為當然前面我們之前就是 是去年嗎 剛好有一個很可愛的女主播 剛好在喝咖啡 然後鏡頭拍到她這樣 因為太久了 因為如果熟知電視台作業都知道 導播至少比如說趕快跳廣告或什麼 那個太久了 接近一分鐘 對 因為她以為在揉新聞這樣子 但我自己待過的台 而且我自己安的那一節新聞 就發生過一件很大的事情 就是在扁岸如火如荼的 在社會上發酵的那段時間 那我們有一位 那時候他算是新人 然後他就說叫阿扁吃某某吧 你記得這件事嗎 對 新聞有爆出來 對 那那段時間 因為有很強烈的政治聯想 所以那位年輕的主播就很可惜 因為這樣子的出財 所以就被禁播了好幾個月 是 那其他有沒有也是 蕭主播有沒有碰過 類似《甄嬛傳》這樣的一個 其實我可能對鬥爭比較無感吧 看就是我對鬥爭很笨拙的人 很多人跟我講說 聽說你們台內很可怕怎樣怎樣 某某人怎樣怎樣 可是我覺得那個人對我還不錯 我就完全無感 不敢傷你 所以就不會 也不是不敢 你是黃厚人嘛 對 後面背景可翻譯的呢 因為就是我 我反而覺得女主播之間 我一直有問題的 相處的問題都不是女主播 女主播都 真的啊 反而是男主播啊 男主管 反而是男的很高層的主管 男主管是這樣的 男主管 男主管為什麼要 可能理念不太一句吧 可能就是有一些工作大原則的問題吧 比方說 我覺得我一定要找 比方說以前在友台 有一個節目 想要找郭台銘 像這樣很大企業家來 可是公司的政策上 可能覺得說 他們希望有些業務的置入 那我覺得說 你找這麼小的公司來 那郭台銘看了 可能就不會想來 我可能會這樣子去 很嚴格的把關我的節目 可能他就會覺得說 你把這個東西 當作你個人的平台 或者是說 把個人資源再使用 有點擋人財路的意思啦 我覺得我都是會 因為工作某些理念過於堅持 公司利益大於個人理念 然後主播彼此姐妹之間 我倒是從來沒有碰過 姐妹之間的鬥陣 我看過耶 我那時候還是一個小藝人 然後我就剛好去那個化妝室 有很多主播 我真的活生生看過那種 就是比如說主播在這樣補粉 然後這樣 後面都掛套裝 就是他們要穿 他就這樣 這一件是誰要穿的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大家都 就不敢講後面 不是我 不是我 你知道嗎 對 就真的會比喔 然後說 為什麼每次給他穿的顏色 都比較好看 就真的在比這個耶 會耶 其實 對不對 這個有可能 是嗎 可善有化妝室的風雲面 其實很多 我也跟一芬姐一樣 我比較神經大條 我也是都多年後才了解 可是每次進去的時候 都那個化妝室都是比較低迷 那個氣氛 因為在裡面 因為就比較面對真實的 一上台 各位好 我是萌萌萌 可是回到化妝室可能 我記得我那時候剛去的時候 我進去大家都沒有人理我 然後可是我爸爸媽媽 從小教我要禮貌 要陽光 我就跟 欸 大家好 我是譚可珊 要擦防曬油嗎 有 好 好 主播間的鬥爭 竟然媲美後宮爭鬥臉 是劇 我來一個 那剛好有一個主播 他可能也結婚很多年沒有懷孕 一直想懷孕 後宮後來他給你聞色香嗎 然後大家就害死了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就過來跟我說可善 還記得我那時候懷孕 後來結婚懷孕 我不知道可能也有一些主播 對我可能有些不同的想法 那我也是沒有去管那麼多 那時候懷孕了 那剛好有一個主播 他可能也結婚很多年沒有懷孕 一直想懷孕沒有辦法懷孕 後宮後來他給你聞色香嗎 對 要你留胎 他怕我聞色香 他怕我搞不懂 他直接過來跟我講 完全是要帶就害喜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就過來跟我說 柯善 我告訴你 我們好多 如果大家真的是重視工作的話 這樣把孩子拿掉 還滿好嗎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然後可是他給了我一個眼神是 告訴我 提提點我 所以我也困惑了很久 他對我滿好的嘛 所以你就嚇到了 這個好猛耶 這個好猛 對 我就在想 他回家想想好像有一點 有點道理 所以你就去婦產科了 對 還好沒有 對 我就覺得 這個 我就發現 其實 這也是我後來想到 離開的一個原因 我覺得這個 可能是我人生的一小部分 可是電視台的工作 對某一些人來說 是他的全部 他很怕懷了孕 休了這樣 還來位置就不見了 對 一段就沒了 因為他不會有代班的 而且他很怕 他即使你沒有對他有任何的威脅心 他都不斷地防你 我覺得在這個格局太小了 太累了 可是我覺得像人啊 這樣子的企圖心 也會隨著他自己的成長 有所調整 是 那像我們剛剛講到 認為1819就是所謂的黃金時段 但是後來啊 我們的那個台 發現很多人都在搶 早上跟中午的時段 為什麼 因為女主播陸陸續續結婚了 然後女主播陸陸續續 有自己的小孩 小孩子都很幼小 好可愛 像天使 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夠 翁早班 翁午班 下午一兩點就下班 還可以當一個很好的媽媽 好太太 對 所以人生的那個目標跟選擇 馬上順序就換了 不過像主播其實今天也 還滿願意談的一件事 是說這個結婚了 十... 十八年 我其實是第一次 在公開場合談這個事情了 那當然大家會有很多的想法 可是事實上我一直碰到一個狀況 就是說 在我還有婚姻狀態的時候 很多人看到我們的相處模式都說 你怎麼還不離婚呢 因為覺得結婚這麼久了 又嫁入這樣的家庭 竟然沒有生孩子 然後逢年過節 或是起早趕晚的都在工作 等於說也沒有辦法晚上陪吃飯 然後也沒有辦法做一個好太太 也沒有辦法做個好媳婦 完全沒有進到一個為人妻 為人席的責任 又沒有生孩子 你這樣還能維持婚姻嗎 這是很多人在我婚姻狀態的時候 對我的一個疑問 可是現在離婚以後呢 這些人又說 那你幹嘛還離婚啊 就是都已經這麼久了 都已經這樣子了 相處的模式都已經這麼自然 為什麼還要離婚 所以我覺得其實都是別人的看法 那至於自己的想法就是說 就是緣起緣滅吧 就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 因為其實我跟我先生 我跟我前夫認識的過程 也是很戲劇化的 那時候我們是在長榮航空是同事 那時候我們是小咖嘛 剛進去的時候 我就抱著一疊公司的信 進去送信 結果呢 他說他遠遠看到我 所以心就跳得好快 然後只有一個念頭 就是說他一定要娶我為妻 哇 我想可能有一些前世的 業力的牽引才會有這麼執著 好浪漫喔 我看我老公屁股 第一眼就說 我一定要吃到這個年齡 對不起 天蠍子 人家忘了浪漫的故事 對不起 我也想說他取歪為虛 然後很浪漫的故事 後來他就寫情書給我啊 就是非常傳統的開始 感覺我前夫個性 跟可珊老公也有點像 然後呢 後來慢慢的 我覺得我後來進入這個圈子以後 我個性有點變了 那我前夫喜歡我是因為 他覺得我是一個很單純的 也是公教人員的女孩 那當時他告訴我 他爸爸是誰的時候 我還不是很有概念 就是那麼單純的一個女生 而且我很年輕 25歲就結婚了 可是後來 因為我在工作上比較不喜歡 很刻板的工作 所以換了幾個工作之後呢 就因緣際會就進了電視圈 傳播圈 很喜歡就做了很久 可是如果說是因為這份工作 讓我跟我的前夫 漸行漸遠 我覺得也不為過 因為這樣的工作變成了 等於說我的生活型態 或者是我的個性 我各方面的想法 就已經完全不是 他剛開始認識的 那個太太了 我記得有一次 我從國外出差回來 我就很差來接我 我就問他說 最近國內發生什麼事啊 就這樣的講話口氣是記者 主播很平常的講話口氣嘛 同時之間鼻子都這樣大咧咧的 結果沒想到我前夫就說 你不要以為你是記者 就可以這樣對我講話 哇 他覺得你在質詢他了 他這樣回我 我也很錯愕 我覺得是一個口氣的問題 我覺得他可能期待說 我們這麼久沒見面了 你出差回來 那是不是可以跟我 撒撒嬌啊 撒撒嬌啊 可是問題是 我剛從一個工作的節奏回來 我當然想知道 國內最近他沒講回來 所以可能就是這樣子 因為原本個性 可能是有些不一樣 像可山這樣 需要一些磨合 那可山是因為為了工作 為了家庭他放棄了工作 所以慢慢跟先生 當然越來越走得到一起 但是我覺得我跟我前夫的緣分 是一開始有 可是慢慢我們走的路 越來越不一樣了 變成一個只是偶爾交會的一個點 之後就慢慢分開 我記得在應酬場合 像我婆婆有時候也會介意 就是說別人把我當作 一個話題的焦點 那不是說我的成就 比我前夫高 而是因為你每天在電視上 大家看得到 就會說你那一播的新聞怎麼樣 你訪問那個人如何 變成是好像都在談論我 相對的使我的前夫被晾在一邊 妹妹就不懂事了 那個時候就要趕快轉個話題 那時候真的不懂事 那時候如果看了甄嬛傳就不會差 對啊就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今天聽到 因為這份新聞工作 我覺得其實跟很多工作都一樣 其實對女人來說 我們一生要面對的課題非常多 尤其到了我們有婚姻之後 那你的工作要不要保 然後有婚姻之後有小孩 你怎麼所謂的兼顧相夫轎子 然後你在職場上 你要拿出你的專業 我們身上有很多開關 也是在這邊說 怎麼樣現在錄了 50分鐘差不多可以了 好下一集 好快換衣服什麼 然後一上車 老公 小孩子吃完媽媽 對 媽媽買東西 媽媽不要抓我 不要抓我 不要爛 就是你要有很多開關 這個各種的轉換對不對 所以可珊其實 你會覺得比如說 一個女人 你的選擇事實上 你現在還是有從事教育的工作 對不對 所以你覺得比如說 她有沒有輕重緩急 或是必要時候怎麼取捨 在這13年的婚姻當中 因為我必須要告訴我自己 用理性來往下走 我覺得在這當中 我學到很重要的東西 也是我一直在教導我的孩子 就是